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情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 两组嘉宾登场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 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 小李 二十六岁 来自麒麟 主播助理 小江 三十岁 来自麒麟 主播 他们究竟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觉得你们般配吗 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他前男友说我发小 而且我们在一起没多久 我家里发生一些变故 我怕他是可怜我 才跟我在一起的 我觉得我们挺般配的 他总是为我看不上他 觉得自己矮缩穷 你觉得你们的感情 有什么隐患 他做女主播 就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他正的皮我多 而且我还得吃软饭 我就挺没有安全感的 他总像小女孩一样 无力取闹 吃一些没有用的错 他总给我画大饼 你俩的这个相识的过程 还挺复杂的 这个女生是你发小的 对 前女友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发小已经劈腿了 当时她不知道 她是通过我 去了解我发小的状况 当时我就感觉 就是这姑娘是挺傻的 人家已经劈腿了 她还问我 当时我内心想的就是 这种女孩她不珍惜 我就想来珍惜 我问一下 是你给告的秘密吗 这倒不是 因为她已经劈腿了 我是被分手的 然后我当时放不下 走不出来 我想着通过 因为她是我前男友的发小 我想通过她知道她现在的状况 其实你不知道具体被分手的原因 你可能能猜个一二 对 然后你就想通过她求证 对 因为我跟前男友也是异地恋 然后我就通过微信聊天 就一直在劝说她 我就给她发了一个微信表白 我说既然是她不珍惜我来珍惜你 她当时突然给我表白 给我吓一跳 我挺措手不及的 我没有想过要跟她谈恋爱当时 就把她当个弟弟 就没想到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你那会儿不是都挺意外的 你也没有对她动那方面的感情 那最后为啥答应她了呢 软磨硬泡呗 然后我当时确实对她也有点好感 就想着先答应 先出出看吧 追了她多少时间呀 三个多月 短片里面男生说了 因为当时家里好像是发生变故了 对 对你就特别害怕 女生是因为同情你 可怜你跟你在一起 对 你讲讲这是咋回事 因为当时是异地嘛 他那个时候是勉强答应我 就是他已经上江苏去工作了 我说我在吉林 就那时候我就特别想 我就买一张机票 就飞到了江苏去找他 到了江苏之后 我陪了他玩了三天 第四天的时候 就是北京的朋友 突然给我打电话 我就飞到北京了 就是想聊一些创业的事嘛 又不能总待着呀 然后就到北京第二天 就突然家里头就来了个噩耗 我父亲就急性心梗去世了 就是当时我内心当中是真的无法接受的 就对我来说是我就感觉天塌了一样 我也把这个事跟他说了 听了我父亲去世了 最后把江苏那边的工作就都辞了 辞了之后就拎包就直接来陪我去处理我父亲这些后事 其实回来的时候就是 当时我内心当中想的是挺 没有这个安全感的 我就感觉他并不是说真的 我怕他不是真的爱我 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这个事是回来 不是他想的呀 我并不是因为可怜他才回去的 当时我也是突然接到这个消息 老人去世了 我挺震惊的 更多的是愧疚吧 到今天为止我也觉得是 他因为去看我 然后才没有见到他爸爸最后一眼嘛 然后我就在想 他可以不远千里去奔赴我嘛 然后那个时候 他可能是最需要人陪 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不能把我身边的工作辞掉 回去陪陪他呢 就是这么简单 他想多了 就是当时我是挺感动的 就是在一起了一段时间 因为他搬到我家里来了嘛 就我们在一起生活 其实那时候感情其实也挺升温的 等他回来了之后 因为他的工作 他是一个自媒体主播 因为本来我就挺介意他做这个自媒体直播的 但是那个时候回来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干嘛 那时候做了也就做了 我也就是心里头就是也没说什么 一开始是娱乐主播 娱乐主播 不不不 我一开始在江苏是准备要做这个转型带货主播的 在那边其实是有一个差不多30万粉丝 回来之后就做娱乐主播 对 转型做娱乐主播了 所以你比较介意他做这个工作 对 因为他线上播就算了 他线下播完了之后 还去去加他的那些所谓的就是什么榜衣 还有他的宝宝什么刷客 就是所谓他的名称 维护这些粉丝 就是有的时候我问他 我就说你想吃点什么 或者是说我想去跟你去溜达溜达 他就每天就拿着那个手机在不断地在聊天 对我就根本就代答不惜礼 甚至说有的时候我问他就很不屑的样子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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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娱乐主播的一种属性 它是我的工作本质 他除了跟人家去加这个私自的联系方式 还有什么其他的行为让你不满意的吗 你这样 老师我带来一条那个视频 就是他直播的视频 那可以看一看 行 来 我们看一看 哇 这礼物我都没见过 你先换一下 他这个线的视频上面显示的三分钟 就是相当于我在线下挣了得有半个月的钱 给他的打赏这种收入 要我感觉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甚至说什么呢 线下还有一些转账 就是什么520 1314 这些特别的数字 微信吗 对 我就是接收不了 他收了吗 我没收 我怎么可能会收 没收那不就完了吗 对 而且我这个微信和这个生活这个号 我都是分开的 手机就放的 这聊天记录你也可以随便看嘛 我的工作不是坐在屏幕前直直播 下播就没事干了 下播之后维护这个绑一绑二 也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 日常就是每天要聊一下天 然后到一些生日啊什么 要送点东西 是吧 家乡特产 他给那些人家乡特产 你是介意他跟他们频繁联系 还说你觉得他本身联系这件事情 就让你很介意 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个转账啊 还有这我就感觉他没有这种边界感 即使加了微信也好 就是我 他是有对象的 我认为他应该就是把我这个照片 我们俩照片发出去 这样子呢 我的内心当中也不会去多想 我是做娱乐主播的 我把你照片发出去的像话嘛 那我工作要不要做了呀 而且你也知道是不是 聊天记录摆在那儿 你还有什么 这你怎么就不自信了呢 反正我就是感觉 他就不懂得拒绝 我就接受不了 你就是其实不接受 你他做娱乐主播这件事呗 对 因为之前我也有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在练歌房 当前台管理员 对 全是小姐姐身边 24小时日子上班 没时间陪我呀 我们两个一天也见不了几次面 那是服务人员 就是我黑白电脑嘛 白天见不着 通过这件事 我也是主动把我的工作辞了 我行思就是拿出一点积蓄来 我们两个做个夫妻小店 开个奶茶店 这个奶茶店是20万 我当时拿了16万 他拿了4万 他当他老板娘 我感觉挺好的呀 他说得好听 让我当老板娘 对我有低方心 咱们店里面不有收款码吗 他用的都不是我的 为什么要分你我呢 那你的就是我的 那我的不还是你的吗 那你为啥不放他的呢 当时进出这个店的时候 我要去看后台这个数据 因为进了这些钱 我要去进货 但并不是说我非得用 我要把这钱都收了 当时我也会是都给他 其实做奶茶店 一开始初衷 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我不会做奶茶呀 然后他说你看 咱们一起夫妻干个小店 你也不用去这个 维护你所谓的什么 哥哥榜上的这个 榜一榜二的 我也可以有时间陪你了嘛 那不对嘛 那这开个小店 他也不用去直播了 那我们两个一直来经营 这个小店不好吗 那我开直播 阴影流着总行了吧 我有粉丝来就是通过直播嘛 知道我开奶茶店了 来线下这个捧个厂什么的 他又不高兴了 把人家撵住出去 直接赶出去了 说你这不是他的店 去对面看看吧 你说这事我就看来戏了 他那个所谓的刷客啊 什么宝宝们呢 就开了一个大奔驰 停到我这店门口 我要四十杯奶茶 那四十杯奶茶 你为什么不上外卖上点去呢 那我就是不想卖 我就不想挣这汪费钱 你说他多幼稚 人家都提前私信我好了 他知道我在线下开奶茶店 然后说我就给你去捧个厂吧 人家这粉丝 他是给自己家孩子买 他孩子二年级 然后同班同学 可能有四十个同学呗 所以定四十杯 那这就放着生意 那大几百块钱 我们刚开的店呀 四十杯几百块钱生意 说不做就不做了 你说他多幼稚 他给谁买的不重要 但是我就知道 这个男的来指定是图谋不轨 那我在店里 你总不能就待着吧 我就想着 那我就学做奶茶吧 那当时店里面 有一个小公是他一个亲戚 然后会做奶茶 这可能又触碰了 他这个亲戚的什么利益了 当时我就碰下奶茶杯子都不行 只翻白眼给我掉脸子 那小公是我的亲戚 但是我是花钱雇来的 给人家每月开四千多块钱 那你干嘛抢人家的饭碗呢 当你的老板娘不就好了吗 我没觉得我是老板娘啊 不是老板娘不能学做奶茶吗 他不需要去学呀 主要干面的 为什么不能学呢 奶茶我也会做 那我请人过来干嘛的呀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可以学 你为什么阻止他学习 我就想让他就坐在那 你这个很奇怪 收到就好了 他就觉得他有学习的权利吧 首先开这个店 我就是想让他做的 什么都不干 接待一下客人 就是介绍一下品类 就OK就可以了 这是我心里所想的 但是他又去什么 又又又又引流 又去学做奶茶 那你说那小公是我 花钱雇来的 对呀他做引流 学做奶茶 是不是都应该 老板娘该干的事吗 哪有奶茶 对老板娘不是这样的 能力比他强了 他贪打能受得了 你接受不了 别人比你厉害是吗 算是吧 奶茶店照这么下去 还开什么呀 就三个月前就对出去了 赔了十多万呢 所以就是又干回直播 对那日子总要过嘛 从奶茶店黄了之后 还说呢 他就一蹶不振了 什么也不想干了 就想在我身边 就给我当助播 原来你说 我自己播的时候 随随随便便 可能也是有个 两三万的收入每个月 他现在跟我一块播了 反而下降了 他现在跟你一块播 你俩播啥呢 就是带货 对带货 你说我就五位数的粉丝量 人家七八位粉丝量的主播 他也没有一下子 就转型去做带货主播了 我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家里面的一些开销 也是都是我在承担 那助播怎么了 我当助播 家里所有后勤的工作 都是我来做 就包括洗衣 做饭 刷碗 任何的事情都是我来 甚至他直播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就特别卑微 他直播我在旁边站着 我都不敢吱声 有的时候就是我想咳嗽一声 我得上门外去 主播都不能咳嗽 别说助播了 主播咳嗽也得 但是我给他当助播 是我心甘情愿的 不是 你不一直说 自己卑微吗 他今天提这个事 我就感觉就我很工具人 你没有办法给他好的条件 你别拦着人家赚钱啊 对 他的意思就是 我吃完饭还得把碗摔掉 并没有 我也想去直播 给他当助播的同时 我也在研究 怎么样去发展到 当这个情理播主 我也在一步步地 努力地再去做 两个人如果在一起 发展得更好 那是一件好事 我也希望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并不是 现在两个人在一起 直播倒不如原来了 所以工作也工作不到 一起去 你俩现在感情哪样啊 感情我觉得 其实我不太想 那么着急结婚的 但是他就是没有安全感 很想把这段感情 马上就是 想让我给他个名分 就是吹着我 让我带他回家 见我的父母 我这边呢 我爸妈其实也总催婚 因为我也三十岁了 老大不小了 然后我跟爸妈也说 我再谈男朋友了 然后妈妈知道 他这个年纪比我小嘛 小了四岁呢 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觉得年纪小 以后万一你看 他能耗得起 我耗不起啊 希望我找一个同龄人 然后条件再稍微好一点的 我男朋友呢 就软磨硬泡的 当时态度特别诚恳 正好也赶上 当时快过年了 我就想 那就家里催得也紧 那就回去吧 正好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星期 他可会献殷勤了到我们家 进门就跟我爸妈叫爸妈 我觉得他就是目的性太强了 他跟我回家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爸妈能接纳他 就哎呀 陪我弟弟打麻将 故意输给我弟弟 家里边这七天 这一个星期的家务啊 什么做饭啊 什么打扫卫生 他全包了 那就你爸妈是不是可喜欢他 而且他就不光给我画饼 给我爸妈也画了一张特别圆的饼 啥饼啊 就过完年 你放心 过完年 我就带着家长就去看房去 结果到现在都几月份了 是 我现在没有买 但是我没有说我不买 我只不过就是现在 经济来源比较不是太 没钱对吧 也不能说是没有钱 也有 但是我得需要点时间 你有多少 还差一点 你有多少 我有就是 我父亲活了的时候 留下一笔积蓄 再加上单位给了一点 这个复习金 加不起 一共都有二十几万 哎呀 他说的那个 爸爸留下的那个钱啊 他妈妈当时直接就说了 你别打我这点钱的主意 这是我养老的 你说我未来的婆婆这么说 我心里多难受啊 我就觉得 我好像垫你们家 那点钱去的似的 那你跟你未来婆婆说了吗 这钱我不要 我是没说 因为我不参与这些事 我有跟他说过 我说要不就首付我来付 到时候这个贷款 你来多还一点 就总可以了吧 之前这个事 我就已经跟我母亲说过 因为那时候刚在一块 刚在一块 就是老人的思想 就是你们刚在一块 我不可能把这个钱 交给你们 那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 一年多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钱 我母亲是可以给我拿出来 让我去买房的 那你妈关键是给你拿吗 她给我拿呀 那你说 我现在软饭硬吃 完到最后结婚的时候 她还得给我买单 去买房 那我肯定不干的 所以你好不挣钱啊 打肿脸充胖子吗 这不是 你在那个小片里面说 你说你觉得你配不上她一直 就特别自卑什么 对 你觉得配不上她 你干嘛注意她呢 怎么说 就是我感觉 我特别有安全感 你看她长得那么漂亮 这么高 一米七三 家庭背景还好 而且她做这个工作 还是就是这个娱乐播主 就身边围绕着人 就是特别 尤其是男性的粉丝 就特别多 都是有钱 那你觉得她看上你啥了 我真的是用心地去爱她 这个东西 是不是金不换的呀 对呀 就换不了 那有什么不配呢 你怎么就觉得不配她了 钱都买不来的 全心全意和全情付出啊 但是我的内心当中 我看身边就是发生这些状况 我就是没关系 就是你总担心她跟别人跑 对 我就睡觉都做噩梦 你做啥噩梦啊 跟人跑了 她就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就是就拿这次来天津录制节目吧 都多离谱啊 凌晨两点把我叫起来 就为了一个梦 梦到我跟我前男友抱在一起 重归于好了 质问我 你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真的觉得他挺无力取闹的 大半夜两点 走火入魔了 他真的是 并不是 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聚会 前男友在那儿 我就想领他去 我就是不去 那就是代表他心里还是有的 那我还是没有安全感呢 你说多尴尬 我前男友在 而且当时他让我穿成恨天高 穿成包腿裙 平时根本不让我穿的 那天让我穿成那个样子 去见前男友 那怎么呢 你去就好了 你去了之后我还能做那梦 反正他总是给我陷入让我特别尴尬的境界 那次我就是没去 我一味的都是顺着他 那次我就是没有再顺着他 这种情况要去吗 我感觉很正常 不至于让女朋友刀是成那样 他觉得贼有面 令我去冲面去吗 要我肯定不能带着去 和现男朋友去见前男朋友 这事我觉得 他就还要他以前的兄弟 这多男生 这多麻烦啊 这多逼你 可着干啥啊 干不尴尬啊 那今天就是你俩来 我们这儿想解决啥问题 现在是我爸妈着急了 就是你看他已经 跟我爸妈这饼画出去了 说买房子了 你看他现在也无动于衷 我爸妈总催我 什么时候买房啊 不是说好买房了吗 不是你爸妈是你爸妈 你是你姑娘 如果他不买房 你爸妈会让你嫁给他吗 其实这个房子 我可以付首付的 只要是在我爸妈那边 过了这一步完 对 有个交代就可以了 那你就去买不就行了吗 这事你又有钱 你买了放在你自己名下 他同不同意又怎么着呢 你不跟你父母就有交代了吗 你不就能有时间缓冲了吗 那你看这样行吗 这事我回忧就能办 回忧就能买 就是可以不用为这事去操心 那你今天来 想解决啥问题呢 我就是想解决 我内心当中这种恐惧吧 还有这个没有安全感 就是来到这节目 我就想说 就怎么能化解这份 心里这种恐惧 行 咱们先听听 今天同样来求助的 王先生和小木 您二位听完他们的故事 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女孩 长得又高又漂亮 就是这个男生 好好珍惜吧 该忍的就忍 该包容的就包容 我觉得男孩吧 挺实在的 而且看起来也挺踏实的 适合过日子 我觉得女孩可以跟她 我们听听闻老师的意见 其实你俩 不要混在一起搞事业 你的男朋友 他是一个目的性极强的人 从一开始就是 所以她会为了达到她的目的和她的诉求 中间去有一些小聪明 但是她的这种小聪明的方式 有的时候是让人不舒服的 现在你们要只是谈恋爱嘛 未来你们两个要结婚 要生孩子 这她的做事方式 在你已经跟她说出我不舒服之后 她是否有所调整 这个就很重要 你不能一个人永远是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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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然后所有的一切的节点 围绕她想要的方式去做 她要她的结果 所以她让你去开奶茶店 她又让你当老板娘 又不让你干老板娘 你觉得我们正常应该干的事 完了这一切的结果 这么一大兜子走一圈 你们两个时间也赔了 精力也赔了 钱也赔了 但是并没有达到诉求 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她干这个事情 她的终极目的 并不是让你们两个 一起勤劳致富 她干这个事情的核心目的 是要解决她的自卑 那么你会发现 你会有很多的无效劳动 因为她的自卑暂时解决不了 就是在她自己 真正经济独立之前 这个事情 你们俩的核心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我建议你们往后退一退 你得去掉她这些脸上的 这些什么所有的 你看上她的看似的憨厚老实 看似的这些好像很有责任感 看似好像很会照顾人 这些东西全部都去掉 看这个人的本性是什么样子 她要守护她的核心利益的时候 这个人的最低处在哪里 你是否可以接受 因为身为一个女孩 现在30岁了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你要开始复盘你的人生 因为30岁往后走 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先发优势 你一定要去想 女孩子只有一件事情是你自己的 就是你口袋里的钱 你的事业 一个好的人他未来一定在你的前途里 他会让你越来越好 那接下来我对男生说 你自己也觉得他没有非你不可的理由吧 你必须得给你自己一个 他非你不可的理由 你才能够去填补你内心之前 所有的不安全感 这个只有你的能力 只有你提升你自己才能做到 文教老师啊 刚才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到位 就是你开奶茶店并不是真的想让他过上好日子 而只是为了能够解决自己的自卑问题 所以你才不让他干活 让他待在那边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在偶尔一次在别人家的花园里面 看到一朵花 一朵玫瑰 特别的漂亮 你太喜欢 太爱 然后呢 你都半夜的时候就去把那个玫瑰给挖了 挖了之后呢 移植到自己家的院子里面 因为你太喜欢它 所以你就天天盯着它 然后你在想啊 这玫瑰是我挖来的呀 别人也可以从我这挖走啊 那我怎么办呢 他你就日以继夜的 不断地盯着这个玫瑰 盯着这个玫瑰 然后呢 你也不睡觉 到最后啊 就弄得自己很难受 然后到最后你在想 这个玫瑰万一被别人偷走了 怎么办呢 那我干脆把 把那个花瓣给折了 是吧 把那个叶子我给拔了 到最后你把那个玫瑰也摧残得不行 那玫瑰坏了 然后你坐在旁边 你发现 你自己的心里没有变得任何一点变好 你还是在担心 万一有人来挖走 它该怎么办 这就是你的异常心理 你执念太深 关注这个姑娘 关注得太深了 然后你的执念 其实是从你一开始 从别人院子里面 把它挖过来 这件事相关的 你的根源在这个地方 你始终觉得 它是一个可以被人挖走的 所以你要让你园子里面的花 开得美 开得好 你要让你园子里 花一直在你园子里 你是不是要先把这个园子造好 是不是要先把这个房子造好 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园丁 变成一个我有技能 我有足够的技能 我可以照顾好你 你也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行 但你现在在慢慢失去一个 社会人的属性 你和这个社会在脱节了 你一点一点都在 意想当中在生活了 这是你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很简单 你就好好去想一下 我曾经的梦想 我还能不能再去追一追 我学过的那些技能 还能不能再用一用 我有没有独立去挣钱的能力 哪怕我在520的时候 我用自己挣来的钱 去给女朋友买个东西 有这样的能力有没有 能不能做一件什么样的事 能让我的女朋友骄傲 至于姑娘 你要我给你建议 我建议你们两个人 现在脱离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不觉得 说你们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了 是十二不赦 我不觉得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们是走了岔路 自己的内心意识 没有把控住情绪 然后滑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面 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 应该各自去寻找回 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姑娘你就一个人 好好的做你的直播 卖货也挺好 我觉得你是可以卖出来的 小伙子 我觉得你就回到以前 积累过的道路上面 好好去挣钱 哪怕你一个月挣的钱 没他做没关系 那个钱是靠你能力挣出来的 你实在没钱 跟你妈借点钱买个房也可以 但还贷款 是不是你就可以 靠自己能力还了 这不就路不就走通了吗 谢谢陆琪老师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大家想要找陆琪老师 帮你们解决情感问题 指点一二的话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现在大家只要去搜索 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了 在微信公众号上 你可以亮明你是爱宝的老粉 还可以获得新人力 其实我刚才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还挺走神的 你的净身高就已经比你的男朋友高了 对吧 就为什么还会再穿一双 这么高的高跟鞋 是节目组的安排 还是你自己 不不不 我就没想别的 就是想搭配衣服 他穿这么高的高跟鞋 你会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以前很介意 但是现在不太介意 就感觉就也挺好看的 我有一个妹妹 我妹妹个特高 一米七几 她总找的男朋友都比她还爱 有一天就聊天 她跟我说 她说我特别遗憾的就是 哎呦 我从来都不能穿高跟鞋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 就是他们的感受呢 她说我希望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看起来更般配一些 她不是说从南方的角度 她是从她自己的角度 但是同时呢 她又说照顾到男生的自尊心 因为她觉得男生可能会介意这件事情 会 我不让我媳妇穿高 所以你不长太高跟鞋 对 但我们俩就确定好了之后 我不让她穿高 你媳妇跟你差不多高 对 我们俩都一米八五 就是我们那个 好好说 我跟我媳妇都一米七 就是她穿高跟鞋的话 就比我高半头了就 我是觉得可能有一些男生 是不介意这个事情的 就像她一开始她是介意的 她后来变成了不介意 她从介意到不介意 其实这是一个感受模糊化 就是她让自己慢慢地 就是说 不要在意这个事 不要在意这个事 就像她以前可能没有那么自卑 她现在为什么这么没有安全感 这么自卑 这也是一个过程 就像你不介意她穿高跟鞋这件事 越来越不在意 而你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安全感 你已经其实把对她的关注点 完全地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开始特别在意关注自己的感受 就是害怕有一天被抛弃 或者说你害怕自己受伤 我做一个不太友善的推测 我觉得女生可能没有多喜欢你 你自己非常认可 你的条件比她要好 你也非常认同我比你优秀 其实你一直在这段恋爱当中 是一种俯视的态度 就像你刚才你说 我没有怎么想 我就穿上这个高跟鞋来了 因为就像她在你的世界当中 可能就是没有怎么想的一个人 然后你因为她对你好而感动 你的爱不是由你的心生处的 而是被感动得到的 所以为什么这就是 她一直没有安全感 有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的气场 她是能感受得到的 所以今天我劝你要不要嫁 还有房子的问题 你回去认真跟你爸爸妈妈谈一下 这不是说她今天拿出这个房子 我就可以嫁了 也不是说我到了三十岁了 我就一定要嫁 而是我真的要嫁一个我爱的人 他有没有房子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们两个人同贫共振 我们两个人互相成就 我们两个人相互帮持 确实是两个人在这悬殊比较大 而且这个南风啊也是 也挺要强 但是能力呢还不足 对吧 老师刚才也是说过 你强大了自己 你有自己的大房子 有自己的大花园 你那时候你就不自卑了 因为等你们两个人走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不是相貌的问题了 还别说父亲真的是留下来的一笔财产 从老妈那再要回来 对吧 你给老娘养身体的 去看这个 然后娶个媳妇 就那点家底 咱也不是说家里面有家财弯贯 多富裕 但是你们两个人要真正能走到一起的话 我还是祝福 说实话你们二位站在这 就像我们刚才两个老师说的 你可不能离开我 他善良 他一直在被你精神控制 所以他一直陷入了你的温柔乡里 你的所有的目的 我今天得打个问号 他是不是真相 你真的有一天占有他 你们结婚生子 你还会这么对他吗 来我们换上第二首嘉宾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王先生36岁 来自天津 个体 小木42岁 来自吉林 理疗店员工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他就是个大骗子 从一开始就对我有所隐瞒 他总是爱给我画大笔 我现在就想和他分手 他对我有误解 想离开我 但我真的很爱他 我想瓦回他 求他原谅 你想对方做出什么改变 我对他已经心灰意冷了 我也试图地理解和包容过他 但最后发现 我俩还是不合适 我现在就求和他和平分手 希望他别这参大笔那参高 珍惜这段感情 给我时间相信我 我会给他想要的生活 哎呦 这事大了 今儿这女生是来分手的 是吗 对 我一直都想和他分手 但是他一直都缠着我 你在片子里面说他是个骗子 他骗了你啥 因为我俩是通过没人介绍认识了 然后他一开始说他条件挺好的 在天津有房有车 也有存款 我当时我也想我这个年龄了 我也想踏踏实实成个家 没人也说他就是老实本分 但是我通过一段时间相处 我发现这个人就是表面上 看着老实本分 其实他很多事都在骗我 他在天津有房 他只是在天津的一个郊区 有几间平房 车也是十多年的二手车 就是有房有车吗 这个你怎么界定他 你就是只不过说 你认为的那个房和车 和他有的这个房和车 它是不相符的 不是一回事 你要再以房和车 房子没那么大 车也没有电热加椅 是不是这意思是吧 两人理解的有误 就是一开始他把条件说得特别好 他明确的我跟你说 我的房是什么样的房 车是什么样的车吗 没有 这严格意义上不算欺骗 只不过你们两个人的理解 是有偏差的吗 对吧 他没说他那脚灯子坏了 就不错了 自行车啊 首先老师我想诚信一下 我在郊区是有六间房 而且我这房子 马上就要拆迁了 他从一开始 我知道他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就说要拆迁 直到现在也没有拆迁 都一年多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老师你看他不相信我 他认为我在骗他 不是那你怎么说要拆迁呢 村里人都说了 这种事太多了 说拆十年都没拆了的 只不过现在政策还没下来呢 已经有这个消息了 政策还没下来的 你怎么比政策还知道得早呢 就是村里边大娘心 其实一开始我可能觉得 他是一时的虚荣心 一时骗我 但是相处以后 我发现他很多事都在骗我 还有啥事骗了 而且经常给我画大饼 因为我在女子理疗馆工作 然后一开始从学徒到现在 已经能独立上手了 然后我自己也想开一个理疗馆 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想法 然后他也说投点资 也算他股份 但是后来他就各种理由地敷衍我 后来我就知道他把钱 都投到他的一个快餐店 我之前呢 是想给他开一个理疗馆 之后吧 和我朋友去他那店去考察了一下 发现他这个店吧 怎么说呢 感觉不挣钱 而且感觉也没什么客源 服务的也不怎么样 也不太专业 然后我就自己开了一个快餐店 开就开吧 开快餐店我没觉得这事怎么着 他让我去他的那个快餐店 当免费的劳力 我可以给你开工资啊 咱们是夫妻店 而且咱年底还有分红 没夫妻 我能亏了你吗 你俩就是男女朋友 没夫妻的啊 你要说俩人一起开店 你就把那股份鞋给他一半嘛 这多容易啊 挣了赔了大爷 你看你这就练脑了 他们两个可清醒了 你没发现吧 我知道 我就是说他呢 他呢 现在跟我出腿线呢 我怎么说呢 也得给他30% 以后他跟我结婚了的话 我就把工资全给他 然后自己就留零花 还有最让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他和他前妻 还有纠葛 有一次他前妻给我打电话 我都不知道他前妻 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 然后给我打电话说 他们要复婚了 然后让我别唱和他们之间的事了 然后我当时都懵了 我想那我现在出什么角色呀 我和我前妻呢 现在已经彻底子断了 我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然后他就是因为孩子的关系呢 想要找我复合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现在有个女朋友 而且比你温柔 也比你贤惠 而且比你漂亮 还比你年轻 然后他就不相信 然后我就把他这个联系方式 给了我前妻了 他前妻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个孩子 啊 你俩就交往快点 他两年了才知道他有个孩子 对 他以前说他没有孩子 当时吧 我和我前妻离婚吧 孩子才一岁 我当时没有办法抚养 然后就由我前妻抚养 孩子放暑假 寒假 然后待到那个爷爷奶这儿 然后看一下 然后我们之间有了交集 这是让他发现了 那时吧 我跟他吧 相亲吧 也是特别挺中意他的 虽然吧 比我大几岁吧 但我看着也不显 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啊 老师啊 啥没办法 为啥孩子的事不说呢 因为他喜欢他了 当时他不想要带孩子 我就考虑吧 当时孩子也没在身边 他总说我在欺骗他 我感觉他也在欺骗我 前段时间吧 他过年的时候 他自己回家相亲去了 背着我 我们俩还没分呢 是吧 我们俩现在还是男女朋友呢 你背着我相亲 你对得起我吗 我是回老家去看孩子吗 我父母也觉得 就是我在天津 已经十来年的时间了 也没有成个家 现在孩子也快青春期了 也希望我留在他身边 就想要我回老家 去那个成个家 这样老人孩子都在身边嘛 他怎么知道 前段时间他回老家 然后他告诉我的 他自己告诉你 我相亲去了 对 他自己告诉我相亲去了 就是跟他说我分手了 我都去相亲了 你别再缠着我了 是吧 是这意思吗 但是那时候 我根本没分 但是你已不同意 分手是一个人事 相爱才是俩人的事 还有是孩子这块 我要见他的孩子 然后他就一直就不同意 他说现在实际不成熟 然后我确实挺喜欢小孩的 你凭什么见了孩子 你喜欢什么孩子 你自己的孩子都不承认 你还喜欢什么孩子 你连自己有孩子这事 都能说成我没有孩子 所以现在女方非常明确的 今天来就是跟你分手的 这心态真的挺好 你就是铁棍子鼠青蛙 你顶呱呱 你嘴太硬了 今天人家来就是跟你分手的 你咋的呀 我不同意 他来他跟我分手 我不同意 他欠你钱吗 没有 没欠你钱 你跟他有什么纠纷啊 我就是喜欢他 你喜欢他是你的事 他现在做过什么 就是纠缠你过分的事情吗 就是上我店里去闹 咋闹 他就是有一个习惯 还是爱喝酒 喝完酒就耍酒疯 然后那个就疯狂地给我打电话 打完电话 然后我不接的话 他就打车过去到我店里 因为我们店里都是女性客户嘛 然后他就都给客人吓到了 哎呀 行吧 各位老师待会想想办法帮帮忙吧 来 我们先问问这个 今天我们的第一组嘉宾 小李和小江 你觉得他们俩算分手了吗 我觉得这就是分手状态了呀 他俩这就算分手了 对 是分手了 有一方题了 对 分手不需要两个人同意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这段关系 而且你们俩其实都不到什么爱情婚姻观的这个地步 你们俩现在是基本作为人的 社会人的准则都不一致 还有一个就是 姐姐我个人认为你的一些行为方式上 你还是带着一些妥协和侥幸 这个跟你的性格什么心软 这个事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而是你的人生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尤其是在这种重要的人生问题的抉择上 就是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因为一定是你在给了他回应 你给了他希望 他才觉得我可以再搏一搏 但是面对一个绝对的已经伤害过你的人 他已经展现到这个极致了 你还要去妥协他 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在给别人留余地 然后让自己置身一个危险的经济当中 所以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牵扯的 还有大哥就是 你可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有自己的视角 还有一点就是 你可能觉得丢了这个姐姐 可能你也觉得你找不着更好的对象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方式 是绝对不可以理解 也不可以被原谅的 他没有跟你记照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就应该已经要感恩戴德了 首先理清一下什么是分手 谈恋爱它并不是一个 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关系 所以任何一方单方面提出分手之后就可以 并不需要双方都同意 那么第二个 就是你不管是各种承诺也好 还是上门闹事也好 还是撒酒疯也好 都是用尽一切手段来让自己获利 他也无所谓自己的面子 他也无所谓你对他的那些说的话 他都不接手 他就是要缠着你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明白 我们人际关系里面 或者在生活里面 还有硬的方式 就是对抗性 那这种对抗性已经干涉了你的生活 当然是可以请警方介入这个问题 对吧 我之前写过一个课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去应对别人的死缠烂打 别人对你的死缠烂打也好 跟踪也好 骚扰也好 在这种时候 只有你的强硬的措施 才能够让他死心 才能够让他绝望 只有让他这样的人进入了绝望当中 你才可以说我有了一定的安全性 如果你一味的忍让 一味的用软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到最后你自己的安全性 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相当于你在一二再再二三的纵容他 因为对于他来说 说句实在话 你今天没把他拉黑 他就觉得他跟你有希望 所以今天一会下了台之后 赶紧走 把他拉黑 你的生活一定要有安全线 一定要有防线 至于这位男士 我希望你稍微清醒一点 每一个人不是靠你死皮赖脸 就可以达到你自己想要的目的 可能你以前得逞过 但是在这个时代 你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 谢谢陆琪老师 陆琪老师给大家的方法 都是非常实用的 大家可以去听听陆琪老师的课 而且呢 也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 大家想要找陆琪老师 帮忙解决你们的情感问题 指点一二的话 方法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大家去搜索 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告诉他你是爱宝的老粉 然后还可以获得新人礼啊 其实刚才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好多女生会被骗 有没有想过这个 因为心中有贪欲 就是你们现在今天的这个状态 我不想说什么 因为你去意已决 男生无非就是死缠烂打 接下来你就是用一些方法 去阻止他的死缠烂打 你们的关系就结束了 但是关系结束 你们各自的人生还在继续 那我觉得 你从这段恋情当中 你应该要 汲取到一些营养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心中有贪欲 这个贪不是说 指的那个非常负面的那个贪 只是说你对于可能更高生活 更好生活的要求和标准 嗯 但是我也是想我这个年龄了嘛 然后 而且我女儿 我也想要他上 就是问题在这儿 我这个年龄了 我急于要成家 我急于要找一个男人去依靠 我急于需要一个丈夫 我急于要给我姑娘找个爹 因为你所有的 都是带有目的性的 你一要求对方不要有孩子 他为什么会骗你他没有孩子 因为在你这儿 要求大过感情 我对你可以没有感情 只要你符合我的这些要求就可以了 那他就一条一条逐条去对呀 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被骗的原因啊 你的目的性那么强 那这个人当然就是 有趁人之危的机会啊 难道进入婚姻 或者说谈一段感情 不应该是从爱开始的 是从条件开始的吗 你到了这个年龄了 怎么了 你到了这个年龄了 更应该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真的能够爱的人 真的心疼的人吗 才不应该把婚姻啊 把这些形式看得那么重 你到了这个年纪了 你是需要一个男人养活你吗 不需要吧 所以为什么要去问房和车呢 但是我觉得这是基本的生活吧 好 所有的基本条件都满足了 但你不喜欢这个人 不爱这个人 你能跟他在一起吗 所以先谈感情 没有感情的时候 你问那么多条件 有什么用 我全部按照你的条件 一条一条对过来了 全满足了 最后在一起之后发现 没有一条对得上 这就是因为你心中的贪欲作祟 没有感情 就只图这些条件 最后得来的就是一场空望 其他的我没有别的想说的 我只是希望你汲取这段感情 带给你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我不太看好这 当然了 你们要是能好 我也祝福你们 不能 我就是抱紧你的下 怎么回事 这个我觉得男的我就不说啥了 我重点跟女士说一说 因为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女性 会像她一样 进入所谓的这种不愉快的情感状态 甚至自己觉得被骗 因为一个中年女性 你42岁是吧 离婚 然后呢 对孩子有抚养的责任 那漂泊在外 没有安定的生活 这样的女性 还想靠婚姻来改变命运 这是执念和妄念 因为很简单的逻辑 她在这个什么没人那吹牛了 说有房有车没孩子有钱 是吧 你冲着条件来了 对吧 你图她本地人条件可以 是吗 咱先处处看呗 至少条件相当 那请问她图你啥 你没房没车没钱 还带一个孩子 她有房有车有钱 还没有生育儿女 她图你啥 她如果条件真像 她说得那么好 她干嘛不找一个 年轻美貌的人啊 婚姻不是不能改变命运 是这段婚姻 让我们两个人 共同成就了我们新的命运 而您四十多岁了 希望一段婚姻 去改变命运 其实我不是说 希望婚姻改变命运 你不就是吗 你没房一圈 我只是想成个家 因为我可以自己养活 那行啊 那你就找一个 和你一样的 大家图的就是真爱 我们都没房 没车没钱 有孩子 有负担 但我们愿意 因为相爱 携手向前 这我觉得才是真爱啊 不是说我们不能 找个有车有房的 你要找到 我也是祝福你 但是你不能 以这个前提 先有了 有房有车有钱 这个条件 再去谈恋爱 那你一定就很容易受骗 对吗 所以千万 我们四十多岁女性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命运是掌握在 我们手中的 我们可以通过 勤奋努力 我们可以通过 自己的学习和坚持 通过勇气 让人生的下半程 更轻松 更愉快 但你指望一段 婚姻改变命运 就是今天的下场 所以千万别 再这么想了啊 我要成家 我就得找个条件 比我好一点的 那就容易被骗 找一个真的爱你的人 而不是给你画大饼片 你说我将来拆迁 都给你钱的人 你就以后幸福了 以你现在这个性格 自身条件 我觉得找一个伴侣 互敬互爱 携手人生 应该不是太难的事 难得我说一下 就说两句啊 我们就是如果想 就是光棍嘛 娶个漂亮的老婆 能理解 为了娶这个老婆 稍微使点小方式啊 什么画画饼啊 或做做计划 这个吹吹牛 也不是什么大错 但是骗人家自己 没有孩子 人家说分手了去 人家店里边骚扰 不男人 你儿子要知道了 看不起你这爹 大老爷们顶天立地 女的不喜欢你了 咱过去吹牛吹大了 骗人不合适 咱说声抱歉 咱以后踏踏实实做人 娶一个适合自己的媳妇 别心比天高 水平比地板还低 这才是过日子正道 这才是你儿子将来 说虽然我爹 没什么太多钱 离了婚 但我爹是个爷们 你这样你儿子会看不起 你就记住这一点 不要再骚扰了 可以吗 我还是会追求他 但是你的追求 对别人造成了骚扰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留给你们两组嘉宾自己啊 就是自己去那个门后面想一想 你们是何去何从 如果想要继续在一起 就牵手出来 如果决定分开 就可以不出来了 好 感谢你们 来 各自回到这门后 第一组嘉宾 小李和小江 几位老师觉得 他们两个人还能继续在一起吗 分不开吧 分不开是吗 分不开 不是 就是我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但他们真的是分不开 他们还是会出来的 对吗 会出来 但是没结果 好 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3 2 1 请开门 我觉得他就是可能 确实像他说的 你不是要急于人家买房吗 人家不买房吗 现在也没事了 房可以买啊 就是我 在努力 经过这次吧 我也感觉我有挺大的这个毛病 我也想借着这次机会就是回去重新改过自我 找一些我想干的事 我把这个房子马上赶紧给他落实了 就不管怎么样 就给人家一个交代 也给人家我爹妈的一个交代 别给他当主播了 做销售 是吧 对啊 你去做销售挺好的 你从哪开出他做销售肯定能干的 哎呀 服务到位啊 对 他有很强烈的敏锐的 判断别人需求的能力 父母立刻喜欢 父母 弟弟 需要什么 想要什么 想听什么话 他都会 按道理 这女孩家条件好 爸妈应该挑啊 你这找的男朋友怎么没房啊 个人不高啊 等等的 他瞬间就能切进去 瞬间就去吃个销售 所以我特理解 其实这女孩为啥那么喜欢 愿意跟他在一块 这情绪价值拉满 服务能力超强 对 是幸福的 但是男生 你记住老师之前跟你说的话 你不要折断人家的花瓣 不要折断人家的翅膀 你爱他 别盯着他 别盯着他 就给他自由 视线挪开 对吧 你去成长自己 剩下的时间 交给你们浪漫吧 太激动了你 哎呀 真好啊 还是彼此需求 很有需求 嗯 那是真的 你看抱在一块 是真的有感觉 好的 请亮灯吧 很好 嗯 祝你们幸福快乐啊 谢谢 好好相处 再见 拜拜 第二组 我是真的不希望 他俩出来了 不出来了吧 来 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三 二 一 请开门 女士肯定是 去意已决 她是肯定不可能 再跟她在一起 但是关键就是 现在这男生 就死不承认分手 这女士 她之前软弱吗 不知道该怎么办 希望今天能够让她 亮清楚我的底线在这儿 别人就不敢再去触动你 但我更希望 这一男的多少能听进去 我们说的一些话 能够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对 能够祝福彼此 接纳分手 是吧 对 爱情保育战 我们下期再见